吃过自助餐的朋友们 想必都有吃回本的心态 总之就是饿着肚子劲 扶着强厨 这样才感觉不亏 可自助餐老板的套路 总是防不胜防 今天 几位自称大卫王的兄弟 想来给老板上一课 所以像这种精明的时刻 能耗到自助餐的羊毛吗 这个号称自助餐怪物的男人 叫克里斯 他不仅饭量大 还很会挑贵的时 每次去自助餐厅 都认为能吃回本 今天来的这家是 英式中餐厅 为了满足大胃口的食恶们 厨房每晚会准备两吨食物 光是碎皮鸡 每周都会瘦出半吨 再加上鸡胸肉等等 这家餐厅 每周要用2700只鸡 简直是家庭界的悲剧 餐厅的价位是 每人130元 限时两小时用餐 这样仅需一晚 老板就能有10万元的收入 刚一啰嗦 克里斯又拒绝了 服务员的饮料邀请 他深刻明白 吃比喝贵得多 在赛品区转了一圈后 克里斯很快 确定了清扫区 肉类是毫无疑问的必选 这些通常都鸡贼地 摆在不棋眼角落 当然 商家的小妙招 还不止这个 比如 能快速填饱肚子的食物 就放在服务手边 有些人 光吃面就吃饱了 简直是往老板口袋里送钱 还有就是 最贵的香酥鸭 他被摆在了开放式厨房 后面站的 就是厨师 没人想在厨师面前 露出弹响 更何况 这还是开放厨房的 第一道菜 上来就填满盘子 尴尬 不过克里斯可不会 这么循规蹈矩 在45分钟时间里 他专心干完了四盘肉 看起来一副 滚操盛盛的样子 但不快 他就被海带酥吸引了 这是他最爱的食物 而且海带也算是海产品 总不会太亏 于是克里斯 毫无负担地打了一大盘 不过老板看到后 露出神秘微笑 因为这玩意儿 只是卷心菜 切切油炸的 是菜单上 最便宜的菜品之一 到最后 克里斯和他的朋友 吃到撑 他一共吃了 130元出门的食物 老板是稳赚不赔 接下来的挑战者 名叫乔治 因为太能吃 他甚至被家门口的 自助餐除名了 这足以看出他的实力 乔治选择这家餐厅 是100块一味的晚餐味 店里有50多种 琳琅满目的菜品 老板一上来 也试图推销饮料 不过乔治 一马拒绝了 吃自助餐 他可是专业的 主食全部略过 上来先吃各种肉 一般来说 自助餐厅里的顾客 平均只能吃4盘 最多的也就8盘 每盘只算 实在成本的话 差不多有10元 所以老板几乎不用担心 但如果遇到 是7盘以上的顾客 他还是会肉痛一点的 乔治风卷 吃完了5盘 自助餐讲究的是 就是不能停 一停就会感觉饱了 所以他又去拿了下一盘 老板看着就心痛 但他还有其他赚钱的华宝 那就是周六晚上的小顾客们 这些享受搬家的儿童 意愿能让餐厅大获全胜 因为他们最爱吃的 就是薯条和披萨 这两样食物 能让孩子们用最少的价格 吃到最薄 一片玛格里特披萨 成本只有一块餐 可想而知 利润有多高 更别说 老板还准备了另一种 便宜又受欢迎的美食 那就是华夫饼 最终 乔治摆下了整整七盘肉 这看起来绝对能回本 但老板却长输一口气 因为乔治这样 只能算不赚不赔 反正他还是不赔 其实 自助餐厅里 有一项很会的食物 总是被人们忽略 那就是巧克力分泉 这个甜蜜富布 每天用8袋巧克力球 每袋要130元 也就是说 每天打造它 就要花费1000多块 一年就是380万 简直是在烧钱呀 这也是吃尾本的最佳方式 当然 如果你去的餐厅 用的是带格格纸 那当我没说啊 今天来挑战自助餐的勇士们 目前都没成功 不过接下来这位 很可能会打破平衡 他叫亚当 最近刚代表英国 参加了世界大卫王之战 曾在拜当劳 吃过18个巨无霸汉堡 他要挑战的 是家美式餐厅 这里有份价值 300元的巨型汉堡 重大8斤那种 不过亚当今天要吃的是 新品热狗 40厘米的香肠 一斤8两的面包 再加上酱料汁是 一个大概有9斤重 简直顶普通人 两天的饭量 亚当吃的也很是辛苦 但只要他在一小时内 吃完两个 就能获得奖励 实际上 不管他能不能挑战成功 店主都稳赚不赔 因为这是一种 学家的营销策略 把挑战者 狼敦古人的照片 发到社交平台 就能吸引大量顾客 每张照片 至少50万浏览量 活脱脱的免费宣传 而亚当花了54分钟 吃到崩溃 这挑战成功 也只是获得了带金券 下次来就餐 抵现金那种 所以这到底 算是谁赢了呢 当然 在狡猾的商家 也不会永远获利 因为总有意外情况发生 比如这一队 来救餐的橄榄球运动员 他们个个都是大卫王 69元的餐问费 他们吃了一盘又一盘 一小之后 就有人一共吃了65盘 餐厅老板 含累亏本173元 亚当消耗完热口后 卷土重来 他在自助餐厅 清空了21盘食物 加起来有36斤重 这相当于一顿 摄入了8500卡路里 老板再次含累亏本 可能说 幸好这种大卫王不常见 不过 自助餐厅 其实还有一项的管板 那就是客流量过少 如果预约的客人都没来 而餐厅却做了 超分量的食物 那就是一大笔损失 在没顾客时 自助餐厅会比 普通餐厅的亏损多两倍 所以他们压力最大的 不是客人吃太多 而是吃不完浪费 一家成功的自助餐厅 就是让尽可能多的人走进门 为此 他们会创造各种新鲜花样 没有老板会花时间 担心大卫王 因为自助餐的理念就是 让人吃得多 吃得饱 一些客人就让他们少赚 一些客人就让多赚 这样平均下来 每周利润还是足够的 所以再去自助餐厅时 不用纠结 怎样吃回本了 因为普通人 怎样都吃不回本 想吃什么就拿什么 多尝试各种不同的食物 吃得爽 不浪费 这就是自助餐的魅力了 说起韩国饮食 除了泡菜 韩式烤肉 大概最为出圈 尤其是烤五花肉 简直跟冰美食一样 刻进了韩国人的DNA 这点从韩剧中烤肉的出场频率 就可见一斑 那韩国人对五花肉的热爱 到底疯狂到什么程度了呢 2016年 韩国的猪肉产量 直接超过主食大米 越剧全国第一 如果地图上 需要标识各地主食的话 韩国大概是要 配合猪肉的程度 他们自称 五花肉的真控吸尘器 本地的高产量都远远满足不了国民需求 要从世界各国大量进口 五花肉要想做的好吃 切肉的厚度很有讲究 一般情况下来说 三毫米和五毫米为最佳 具体情况要根据猪肉种类而定 当烤盘温度加热到80度左右 马上把五花肉放上去 这时就能听到一阵 鱼耳的声响 高温把猪肉外皮 煎得焦黄 那里的脂肪 却深深锁住 一口下去 满嘴生香 脂肪都随着咀嚼爆开 这就是五花的奥妙 五花肉是猪身上 肚子到排骨的地方 一般在分解的时候 腹部脂肪和内脏脂肪都会被拿掉 所以剩下的并不会很肥 尤其是排骨位置的一小部分 这一块是最好的五花肉 去普通餐厅很少能吃到 为了从一头猪身上 获得更多五花肉 韩国人还专门研究了 三元杂交猪 它是约克夏猪 长排猪 和杜洛克猪的杂交品种 优点是生长快 产杂多 体长很长 所以肚子部分也长 五花肉更多 并且味道清淡 没有太多肉杉味 当然 因为个人口味不同 韩国的猪肉品种也很多 比如口感更Q弹 肉感更浓烈的本地土猪 还有已经韩国化的八个家族 它的PH值较高 脂肪味道香 吃起来有黄油的味道 韩国人对猪肉的狂热 是从1970年代开始的 当时经济情况好转 牛肉价格猛涨 于是人们就发现了 猪五花这种便宜好吃的平地 它的供应更稳定 冷冻保存 也不影响风味 只要把油分都烤掉 然后搭配大蒜 葱丝 泡菜等食用 就会很美味 菜包五花肉 是韩式烤肉的特点之一 据说是因为 这样大口食用 会产生强烈的满足感 里面搭配的小料不同 也能吃出不同的感觉 还能很好地中和 五花肉的油腻 烤出的猪油 放上面包片微烤 再撒上白糖 吃起来更是大满足 为了追求极致的烤五花 韩国人在烤盘上 也下了很多功夫 光是烤盘种类 就有不下3000种 普通烤盘烤出的肉 味道甚至都不一样 这个撞丝锅嘎的烤盘 有段时间特别流行 开锅后 完全不会生锈碾锅 不用电烧烤 纸锡纸也能用 还有铁纸烤盘 水晶烤盘 升降火炉烤盘 甚至是网球拍烤盘 如此多的种类 足以说明 韩国五花肉行业 存在巨大的竞争 所以人们不得不发挥材质 创造出更多 与众不同的五花肉 比如用红酒腌制 牛奶腌制的 还有直火烤的 有的餐厅 会在酱料上下功夫 光是烤肉酱 就提供不下10种 简直让人调花眼 还有熟成五花肉 现在非常流行 这个厨师 为了研究猪肉熟成 每天品尝20斤肉 三年就胖了80斤 他想做一种 深度熟成菜单 也就是把湿式熟成 和干式熟成交叉结合 湿式熟成 能很好改善肉的软度 让肉质更温和 干式熟成 则能提升肉的风味 两者结合效果 自不必说 熟成过后的五花 有点蓝纹奶酪的味道 但烤过之后就没了 脂肪还很有弹性 味道就像吃切片芝士一样 香味会在嘴底 久久不散 除了肉和烤盘 燃料也是烤肉中的重要部分 韩国几乎每家都有 电鞋式燃气炉 它轻巧且便于鞋带 外出野餐都能用 丁丸器也一度成为家庭必备 工厂每分钟能生产1200个 在全球市场中 韩国的丁丸器 占了90% 不过要想吃到更美味的 还要用天然材料 比如稻草 这家70年的老店以稻草烤肉为名 稻草是当地特有的种植物 它的燃烧温度可以超过1000度 等白烟冒过 大火升起时 把夹着五花肉的烤盘架在其中 只需四五十秒 肉片就会熟透变色 此时再沥出一些油脂 翻面微微过火 肉片就能享用了 油脂融化的味道 炭火的味道 还有稻草的清甜 这些混合在一起 形成了独特的口感 青上南道的立木炭也是一种很好的燃烧材料 它来源于栓皮立 这种树木树壁很厚 能做出上等木炭 一个摇窖可以装12吨左右木柴 烧制时间会持续整整一周 这期间温度 氧气含量都要严格控制 和燃气火不同 木炭烧出来的火 不会因低油而火势变大 所以不容易把肉烤焦 木炭加简单的一块大石头 就是上好的烹饪道具 石头还能把油分吸收 形成最完美的五花 木炭本身的香味也会渗入肉中 不加任何酱料 只用粗盐也能很美味 还有一种叫麻药烧的烹饪方式 和烧炭有些类似 它是在地底挖个大坑 然后立起石头 留个让水蒸气传过去的通道 再用10吨左右的木头盖住 倒满石头就像是天然的蒸炉 烧个4天左右后 村民们会把猪肉 土豆 红薯等食物都买进去 再用松叶和艾叶盖上 增加香气 最后埋上土 不让热气跑出 然后往小口里浇水 利用水蒸汽蒸熟食物 做出熏制的效果 6小时后 猪肉就新鲜出土了 里面的土豆和红薯 吸收了大量油脂 变得软糯香甜 猪肉则鲜嫩多汁 一点多余油分也没有 不得不说 韩国人为了吃五花肉 实在是下了很多功夫 但有时人们更爱的 或许是那喧闹环境中 亲朋好友 围着滋滋作响的烤炉 一起上单供应的 那份温度 重达一公斤的便当 堪比千球的饭团 你见过吗 这是东京街头的 一公斤便当店 店里所有产品 都要严格按照 一公斤来制作 不能有丝毫的缺筋短两 色泽诱人的烤鲜鱼 金黄酥碎的炸鸡 比脸还大的牛排 把餐盒撑得满满当当 堪称性价比之王 虽说店面不大 但靠着扎实的份量 和直逼成本的价格 深受上班族和学生党的喜爱 每天都能卖出3000份以上 店铺的定价非常亲民 根据菜色不同 大多在300到1500日元之间 而便当的选择 更是多达30种 因为要处理的食材太多 员工们每天一大早 就干劲十足的 开始准备料理 首先要制作的是 茄汁炒饭 锅里融化黄油 依次加入食材 一起煸炒 当培根 洋葱 三色蔬菜丁 在番茄汁里熬煮入味 就可以放米饭了 店员小哥不停翻炒 让食材融合均匀 直到每一粒米 都染上茄汁的红色 这一锅就有50人份 做完炒饭 店员小哥又马不停蹄地 开始煎鸡蛋 两个鸡蛋摊成一张张 又香又薄的蛋饼 再用它包裹住 一公斤的茄汁饭 售价500日元的 茄汁蛋包饭团就做好了 同样的茄汁饭 还可以用来做便当 饭盒里先铺一层 一人份的米饭 再盖上6个鸡蛋 煎出的蛋饼 加上一小盗萝卜干 一小把面条打底 就可以尽情加肉了 金黄诱人的汉堡肉饼 炸鱼排 鸡块 不要钱四的往饭盒里加 主打一个野性销售 盖子扣不上不要紧 用皮筋一样能固定 售价仅需700日元的 肉多多便当 老板用物超所值的诚意 为辛苦一天的打工人 提供满满的能量支持 另一边的电子盛上 店员正在制作 本店的招牌产品之一 巨型炸弹饭团 海苔上铺一斤白米饭 放入两种小菜 鱼酥和炸鱼块 再用另外一斤米饭封顶 夺好海苔 650日元的炸弹饭团 就可以上架销售了 各种炸物 也是店里不可缺少的销量王者 腌制好的鸡块 下锅油炸 每天至少卖出36公斤 店员从早炸到晚 才能跟得上供应 外酥里嫩 可乐饼 芝士球 炸春卷 色泽诱人 这些品种繁多的炸物 和照烧酱汁是绝配 不仅可以用来制作便当 也作为小食单独售卖 每份550到600日元 深受顾客欢迎 曾经就有一位顾客 专程来感谢店长 他说 在家里做炸物工序复杂 备食废油 这家店的存在 为他省去了不少麻烦 哪怕不想吃油炸食品 也还有不少其他的选择 超大号牛排 牛舌 占据了饭米饭盒 香肠煎得滋滋冒油 长衣都爆开了 裹满酱汁的肥厚鳗鱼肉 搭配天夫罗大虾 光是卖相 就让人垂涎三尺 再淋上一片酱汁 点椎上腌萝卜丝 盖上盖子 贴好标签 鳗鱼海鲜便当 摆上了货架 由于实在昂贵 它的价格 也处于店里的第一提队 1500日元 肥瘦香煎的五花肉 需要提前一晚上开始研制 小火慢炖好几个小时 早已软烂入味 切成一纸宽的小片 放入盘中 店员又倒入料汁 让它更加香醇 这样做出的五花肉 不管是放进便当 还是用来做饭团 都能满口生香 肥牛炒洋葱 辣椒炒猪肉 做的多汁下饭 店员往饭盒里摆入面条 一小处咸菜 和超大分量的米饭 然后往面条上 放满洋葱肥牛 让酱汁挂满面条 再摆入两块可乐饼 和一片后切火腿 或是丝块炸鸡 最后淋上 浓稠拉丝的糖醋酱汁 一份售价885日元 性价比拉满 炸猪排浸满汤汁 淋入金黄的蛋液 和大量葱花 小火糊涂出最大的香味 肉末茄子是开发的新菜品 猪肉碎炒至变色 加入酱料增香 再放入洋葱和锅了油的茄子 带着锅气的菜肴 让米饭也沾上浓郁的酱汁 又是另一种风味 这些便当根据猜测不同 价格各有变化 但不变的是 在店里一角 始终供应着200日元一份的 穷贵便当 一份肉菜 一小碩配菜 再加上足量的米饭和酱汁 虽说看起来 没有店里其他便当丰盛 但也足够让一个成年男人 吃得宝宝的 店里做慈善一样的定价 总是让人怀疑 老板会不会亏本 但是几年过去 老板不仅赚到钱 买了高层公寓 还开了两家分店 生意都非常火爆 而老板赚钱的秘诀 一是薄利多销 这家店铺 24小时 全天候营业 员工们都是两班倒 中午11点半左右 午餐刚刚全部完成 下午2点 就又要开始准备 新一轮的晚餐了 一些上夜班的 出租车司机和大货司机 忙碌了一整晚后 都喜欢来这里 带上一份便当 用实打实的热量 慰藉空荡荡的胃带 而另一种原因 是店里开通了 24小时直播 原本是为了让顾客 能远程确认 店里的便当品种 不白跑一趟 但2018年 开通直播之后 却有许多意外之际 首先是很多 原本不知道这家店的人 观看直播后 燃起了购买的兴趣 营业额上涨了5% 店里的那些特色商品 在社交平台上 引起了广泛讨论 店铺铭记 也因此更上一层楼 而且装上摄像头之后 那些爱刁难人的客人 和深夜小偷 明显减少了很多 因为店铺 是24小时营业 半夜也不关门 店员又一直在后处忙碌 以前几乎每天都会被偷上 个1000日元左右 但现在几个月 也不一定来一次了 如此干净美味 价格又实惠的便当店 你想光顾吗 没有吃过台湾便当 就不算到过台湾 在台湾 便当是所有人的味觉记忆 就连马英九最常吃的食物 也是便当 还曾经创下过 一年狂吃700份的记录 台湾便当的雏形 就是铁路便当 在那个公路交通 不发达的年代 火车是长途交通 最方便快捷的工具 在长时间的旅途中 便当成为了 填饱肚子最简单的方式 而火车上不同的站点 也拥有着各自的特色便当 其中最有名的 当属是台铁 福龙 池上 奋起壶 四大铁路便当 每到饭点 台北车站的台铁便当铺外 就开始大排长龙 很多人就算不搭乘火车 也想买来吃 而台铁便当之所以 如此说人追捧 原因也很简单 就是经济实惠 美味可口 经典款只需要60新台币 最贵的也不过150新台币 台铁便当有着74年的悠久历史 早期都是用铁盒包装 上层放肉盒菜 下层是用虾米 油葱酥 煸炒过的米饭 顾客吃完了由服务员回收清洗 但因为回收率不佳 成本过高 如今改用纸盒和塑料盒 为了满足一些顾客们的怀旧愿望 台铁现在也能够买到传统的铁盒便当 由于比较费工费食 每天只限量几百个 据说在40年前 台铁便当还处于亏损状态 后来大道阔斧地改变了口味 贴出美味的排骨便当 才扭回为盈 曾经创造出五个多亿的销售奇迹 由于销售过于火爆 导致供不应求 台铁在各处筹建了六个料理厨房 日产量将近三万份 多年以来 台铁便当一直朝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菜色越来越丰富 口味也超过十种 但其中销量最高的不败传说 还得是排骨便当 台铁便当中的排骨 选用的都是瘦肉 裹上薄薄一层粉 下锅油炸 最后再放进卤锅熬煮 这样焦香的外壳 就能最大程度吸附卤汁的味道 再搭配上爽口的蔬菜 浸满肉汁的米饭 和火车窗外的风景 是一种绝佳的旅途享受 从台北搭火车到宜兰花莲 会经过一个叫做福隆的小站 这里最为名的就是海滩和便当 最开始福隆便当并不是铁路便当 而是纯粹为了海钓的客人准备 后来才渐渐变成在火车上售卖 50多年以前 住在铁路员工宿舍的吴妈妈一家 有6个小孩 丈夫在铁路局的薪水 无法支撑家里的开销 于是吴妈妈就在自家门口 做起了餐饮生意 最初的福隆便当菜式并不固定 在长期经营中 不断根据顾客的口味进行改良 最终形成了现在的特色 卤蛋 豆干 酸菜 鸡卷 香肠 萝卜干 卤肉 满满一份便当 有八九样菜 只卖60新台币 实在是价廉物美 时锅境迁 如今的福隆便当 已经交到吴妈妈的女儿手上 虽然工作繁琐 利润也大不如前 但吴家人还是尽量做到不涨价 悉心维护着在老胡客之间的口碑 虽然他是买一个便当 虽然我是用我的心 然后包这个便当给他 可是各求所需嘛 所以还是有很多的感情存在 只有好米才能做出好的便当 如果对米饭的口味有所要求 就一定不能错过池上便当 池上是台东的一个乡镇 得天独够的水土环境 非常适合稻米生长 在日据时期 这里产出的稻米曾被选为贡米 贡天皇御用 现在的池上米依然维持着 极其严格的筛选标准 水分和淀粉的含量尽量高 蛋白质的含量则要尽量少 综合评分达到70分以上才算合格 在米饭的做法上 池上便当也颇为讲究 先是浸泡半个小时 让米粒苏醒过来 洗米的时候也必须保持单一的方向 以免破碎 这样蒸出的池上米柔软粘稠 招牌便当的主菜有卤肉 叉烧香肠炸肉四种 为了避免口感上的单调 采取了卤烤炸煎等不同的制作方法 再加上五种配菜左餐 呈现出丰富的味觉体验 但有一点必须统一 那就是要干 这也是池上便当和其他铁路便当 最大的不同点 由于以前坐火车的时间很长 旅客买了便当 不一定立刻就吃 如果便当加了汤汁 就比较容易变质 因此池上便当都以干菜为主 便当盒的材质 选用了白羊木 透气性比较好 能够吸收米饭的水分和热蒸汽 即使餐食冷掉 米饭也仍然Q弹可口 不过到了现在 想要吃池上便当 也不需要专门去坐火车了 目前全台湾 有3000多家池上便当专卖店 处处都能吃到 正宗地道的池上味道 在台湾有一个说法叫做 没吃过奋起湖便当 等于没到过阿里山 奋起湖是阿里山 蒸汽火车最大的中转站 在蒸汽火车时代 火车必须在这里停下来 更换车头 旅客和工人们 也可以在此稍作休息 从而造就了奋起湖的便当文化 那个时候 月台上到处都是便当的叫卖声 奋起湖老街上 也随处可建便当店 一天就能卖出2000个便当 堪称便当王国 直到公路的出现 铁路一度被人遗忘 近年来旅游业死归复燃 重新唤起人们沉睡的味蕾记忆 老街上最出名的奋起湖大饭店 已经有60年的历史 林家人世代传承 即将就要到第四代 主上流传下来的食谱配方 林家人一直沿用至今 便当中的每一厘米 都充满了林家对传统风味的坚持 饭盒也是几十年前一样的怀旧旅饭盒 古早味和在地味 就是奋起湖便当最大的特色 鲜香入味的红糟排骨和口味鸡腿 是奋起湖便当经年不变的两大主菜 配菜则是就地取材 应激而变 当地用豆渣做肥料不打任何农药 培育出质量优良的阿里山高山有机蔬菜 较高榫味道清甜 每年四五月份收获之后就会放入桶中浸泡卤汁 桶笋像老酒一样越沉越香 365天天天吃也吃不腻 气温较暖的时候口感爽脆的龙须菜必不可少 只需经过简单的烹调 就能激发出高山菜最本真的鲜香味道 入冬过后过了龙须菜的季节 又会换成高山高丽菜 除此之外甜辣可口的红豆汁和腌萝卜也是下饭神器 和池上便当不同 粪起湖便当没有在其他地方开店的打算 他们固守着家乡 希望用便当的美味吸引来更多顾客 拉动当地的经济发展 你要吃粪起湖道道地地的便当 你就是一定要来这里 80年代的北京土豪们平时都吃些什么呢 燕窝鲍鱼红烧熊掌 简直不能更奢侈 这是一部拍摄于40年前的美食纪录片 即便是80年代的高虎画质 依然遮掩不了真修美味的华丽光芒 提起北京名菜 北京烤鸭必须榜上有名 尤其是全聚德的烤鸭实属一绝 今天土豪们就来这里家庭聚散 后厨里 涂满糖水的烤鸭放进炉子里 厨师们必须要聚精会神 时刻注意火候 翻转7749下后 烤到金黄流油才算到位 烤好之后 就将整只烤鸭带给顾客过目 然后由经验丰富的烤鸭师傅 把鸭子片成大小均匀的108片 交退的鸭皮 蘸上白糖入口即化 鸭肉蘸甜面酱搭配葱丝 卷在薄而柔韧的金饼 或是巴掌大的芝麻烧饼里 再配上裹酒茅台 肥而不腻满口鲜香 看着土豪们压不下的嘴角 想必是非常满意 烤鸭只能算是开胃菜 要说奢侈 还在是北京宫廷菜系 在北京北面的北海公园里 就有一家已经营宫廷风味菜点 而驰名中外的老字号饭庄 仿善山庄 厨师在海量清宫御膳档案中 整理出乾隆光绪年间的数百种菜肴 经过改良加工 得以重现满汉全席的智者美味 清朝乾隆皇帝被称为顶级美食家 而传说中 他的长寿秘诀就是一道芙蓉燕菜 干品燕窝用热水多次泡发 细心剔除残留的羽毛和异物浸泡在鸡汤里 吸取汤汁的鲜味 处理好的燕窝铺在蒸熟的蛋白上再次加热 加以火腿丝点缀 再浇上高汤就可以出锅了 但要说名贵程度 那红烧熊掌还是更胜一筹 它贵在原材料稀有 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 这就是只有皇室贵族才能享用的进攻品 鸡鸭剁碎熬煮高汤 目的是让熊掌吸收里面的鲜味 再加入大量葱姜 去除野味独有的异味 煮熟的熊掌剔骨切片 隔水蒸制 让肉变得更加软烂 出锅后 在薄薄的肉变中间 加上竹笋和香菇 淋上料汁 一道美味异常的红烧熊掌就完成了 不过1989年 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之后 这道宫廷名菜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除了燕窝 熊掌 还有凤尾鱼翅 乌龙土猪 蛤蟆鲍鱼等等名贵大菜 一顿饭就能享尽山珍海味 就连最普通的豆腐 都能被大厨做成吃不起的样子 颐和园内的昆明湖边 也有一家专门进宫廷菜的餐厅 厅礼馆山庄 这家店的不同之处在于 它会用昆明湖里养的鱼 制作全鱼宴 把皮蛋做出鲸鱼形态的鲸鱼卧帘 充分展现出宫廷菜系摆盘的精致 宫门凤鱼将草鱼做成浓淡两种味道 任凭选择 活吃昆明湖鱼更是全鱼宴上的招牌 湖里先捞出一条活跃乱跳的大鲤鱼 经验丰富的老师傅 迅速寡邻 开土 油炸 焦汁 整个过程不能超过四分钟 被端上餐桌时 鱼身上的肉已经做熟 酸甜滑嫩 它的两菜却还在不停开河 不过 能吃得起宫廷菜的始终是少数人 北京的普通老百姓 更喜欢光顾 开在市井街巷的小吃店 1980年 北京大多是双职工家庭 早上来不及做饭 大家就会到小吃店里吃早餐 龙福寺市场街角的龙福寺小吃店 是附近居民的不二选择 所以当时北京最大的一家国营小吃店 龙福寺小吃店 从早上六点到晚上七点半 一直处于满园的状态 每天约有一万三千人光顾 这里的小吃代表了中国北方的风土特色 用两种面团制作的双色馒头 蒸好后变成了盛开的花样 鲜软微甜 酥脆金黄的胶圈 配上一碗地道的老北京豆汁 是当地人的最爱 油条加上咸口豆腐脑 更是文学家老舍在书中认证过的绝配 甜党也可以选择加糖的豆浆 或是浓稠的红豆粥 店里每天提供上百种小吃 总能找到心仪的口味 入秋后天气转凉 羊肉就成了家家户户 都要吃的滋补美食 以涮羊肉闻名的东来顺饭装 从早上就已经开始排队 他们家的羊肉片肉质柔软 少有脂肪 师傅们亲手切成薄如柴翼的羊肉卷 放入滚开的高汤里一烫就能迅速变熟 蘸上麻酱 腐乳 韭菜花 暖胃又暖心 最适合亲人朋友一起享用 羊肉在北京的另一种著名吃法 质子烤肉 则是地地道道的满足料理 腌制好的羊肉放在有上百年历史的铁板上 燃烧果木加热 吃法也很讲究 分文吃和午吃 文吃是只有店里的厨师烤好 装盘端上桌直接吃 午吃就有意思了 一家人围在桌前自己动手 根据个人喜好掌握火候 虽然没有大厨手法纯熟 但也别有一番趣味 说完了北方菜系的集大成者精菜 再来看看南方菜系 都说实在广州 1980年的广州 也有着不同于今日的精菜 那时候广州的自由市场 还是提着菜篮子购物的时代 各种各样的新鲜果蔬 肉类 干货 在这里都能找到 除了鸡鸭鱼肉 虾系海产 还能见到穿成串的青蛙 如今的二级保护动物娃娃鱼 甚至是猫头鹰 果子鲤 猴子 也都作为食材疏售 堪比半个动物园 和今天一样 80年代的广州人 也终敢吃早茶 黎湾湖边的潘西酒家 从庭院到包房 作物虚习 大家悠闲地品尝着 各式点心 茶水 在上百种点心里 奶油柏片膏最受欢迎 每天一出炉 马上就被哄抢一功 这种点心制作复杂 首先蒸出一批蛋糕 蛋糕切成小块后 和椰蓉 懒人 混合在一起做馅料 再在薄薄的面饼里 上锅蒸熟 再撒上咸蛋黄和肉松 这就是潘西酒家 独有的奶油柏片膏 土子之外 还有如梅花盛开的 莲子馅点心 腌红梅花饼 鸩唇蛋黄 好吃出的酥皮点心 鸩唇千层酥 制作成小白兔模样的虾饺 绿鹰白兔饺 以虾仁和香菜 做馅料的点心 和解焚果 好看 更好吃 随着时代变迁 因为工艺和口味等种种原因 那时的很多菜肴 都已经不复存在 只能看着当时的影片 过一过奄奄了 我是拉环 关注人家伊拉罐 带你看更多不一样的 人凶百态